请勿认计特别人性化 药物打得凑 适合咱们这个果树 温氏00后 我是502的 开始的时候 还是很好奇的 管理上来之后 就没有说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么容易 一直都在为了让它保质保粮 踢紧吊胆 也是人工 就是拖着带山上山下的跑 像我老公和我老公 再加上我家两个工人一起打 然后也得打个半个月左右 才能第一遍完事 开花前就得打一遍 然后开花后再打一遍 然后再打一遍空旺 结果的时候 还得打一遍防滥果 到结束之后 还得三四四 还没到结束那遍就开始了 然后其实这无人计 这省时省力 然后还有效果 省时那时候 接触到其他品牌的无人计 然后废得特别特别高 几乎药都在漂在上控 尤其是防滥果的药 就是得打透 说的严重点 就是每一个果子 都得接触到这个药 才能有效果 打完之后 盖烂还是烂 那时候就害怕 去年接触到咱们这个无人计 那时候树上已经上了虫子 毛毛虫 然后还有一些 病菌什么都已经 人工已经打来不及了 感觉咱们这个 进攻无人计 特别人性化 我们这个铁架子 外面这种防雨盆 它自己也能识别到避障 其他无人计 废得特别高 咱们几乎无人计 就是能离的座物特别近 药物打得凑 这个奖 把这个药再往下压 从底下再反上来 打完之后 过了两三天 毛毛虫几乎都死了 这时候才相信 这无人计可以 这和其他品牌不一样 还没有一个礼拜的 考虑时间就买了 开始的时候 以为这飞机这么难 然后我俩去学的时候 感觉没有信心 但是学完之后 就特别好学